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已经学习过的平面图形有哪些 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以及梯形 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已经研究过以下这些图形的面积 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 正方形的面积等于边长乘边长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底层高 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底层高除以二 本学期,我们主要研究了以下这两个图形的面积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两个图形面积的推导过程 求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时,我们用减和拼的方法把它转化成长方形 平成的长方形的长相当于原来平行四边形的底 长方形的宽相当于原来平行四边形的高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底层高 用字母表示S等于AH 求三角形的面积时,我们用两个完全相同的三角形 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把三角形转化成平行四边形来计算 三角形的底相当于拼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底 而三角形的高相当于拼成的平行四边形的高 因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底层高 所以每个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底层高除以2 用字母表示S等于AH除以2 在推到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时 我们将当时还未学过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转化成已经学过的长方形的面积来进行计算 而在推到三角形的面积时 我们将当时还没有学过的三角形的面积 转化成已经学习过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来进行计算 聪明的同学可以发现 在探究数学问题时 我们可以将没有学习过的新知识 转化成我们已经学习过的知识来进行解答 通过视频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